接下來接著開始就是我們這次GT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五位五組的得獎團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專案要做什麼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支持這五組的團隊 接下來半年時間的專案 能夠讓他們的專案能夠做得更完善 能夠應用到更多的層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也歡迎可以 之後如果覺得這個題材非常有趣 而且對你可能生活上有幫助 或者是對你看到一些社會問題 你覺得有非常大的幫助 也可以好好跟這些團隊好好聊天 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來 請第一組來做用AI的方法來做植物辨識圖鑫 代表你先 大家好我是做植物屬性圖鑫 植物辨識APP的團隊 那我大概用三個方向來簡單介紹 功能上要做什麼 以及我們依據開發流程 大約會長什麼樣子 大家可以參與的狀況跟怎樣 目前的團隊成員已經有幾些技術配置 那首先是功能的預期 最終目標希望達到的是 你APP一打開它就是一個鏡頭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手機鏡頭 在你想辨識的質地上面晃個晃的 它自動下面就會 展現出辨識出來的成果 其實我們要做到這樣子 是希望做到說 你在APP植物面前晃的時候 它連續拍了好幾張不同角度的照片 那我們會用這些連續的照片去一起辨識說 它是哪一種植物 所以預期希望這樣的辨識率可以做得更好 那要建立這樣的流程 我們首先 因為人工智慧的過往的經驗 我們知道需要很大量的資料 所以我們需要花時間去建立 我們目前先針對在大安森林公園的花會的資料集 那這個數量集包含 我剛才說我們需要不同角度的照片 所以會有一些相關的資訊 包含說拍攝的角度或是頁片大小這些資訊 我們會同步記錄在這個照片裡面 你只會在這裡會產出一個APP去做這些紀錄 那預期這每一種花 我們需要的照片會是800張以上 所以到時候APP初步開發完成的時候 除了我自己的話也有可能會需要 尋找有興趣的人士幫我們一起去大規模的 把這些花會建檔起來 然後有了這些資料集之後 我們就可以到Cloud上面去訓練人工智慧 那這邊所以 對於人工智慧技術有興趣的朋友們 相信很多工程師對這個任務議題應該都很興趣 我們都會持續把這些資料 新拍攝的資料 照片資料 以及程式碼 通通都放在GitHub上面討論 我們日後都會隨著距離比公開 然後大家可以持續參與說 我們現在新增資料哪些 然後這個有效法是怎樣 你可以拿去試看看辨識其他東西 或者是哪有的資料 去試你自己的有效法這樣 所以對人工智慧技術有興趣的 都可以來試看看 那第三個就是 開發出一個辨識圖件APP 因為對我們來說 這個專案的第一優先目的是 希望把辨識率提升到非常滿意的水準 因為過往我們知道有很多其他的辨識 植物辨識的APP 他們可能沒有台灣的植物資料 所以辨識率可能是錯的 或者是因為他只用了單一張照片 導致辨識率不夠好 就是去挑戰辨識率的問題 那我們目前的成員 初步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主力負責人工智慧訓練的專家 黃富民 他現在在Google DeepMine工作 如果對Google DeepMine 對人工智慧技術有了解 大家知道他們是滿世界頂尖的公司 一般人應該最容易知道的是AlphaGo 他們前年曾經開發 維奇人工智慧打敗的那些企業 他在那間公司服務 所以在這方面技術是沒什麼問題 那我是Thanken跟華達 我們分別開發iOS跟Android App 我們會負責諮詢系統建立起來 然後再找一個朋友負責幫我們做一點設計 那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這整個團隊是很偏把這個產品APP做出來 我們其實相當缺乏 這也是評審相當建議我們去多連結 植物生態教育的資源 或甚至於這個APP到手 我們需要怎麼寫下 讓更多人知道 這方面的資源我們非常缺乏 所以如果你對於這些生態保育議題非常有興趣 或有一些資源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後來可以再歡迎私下找 或是到時候我們也會公開在DHUB上面 然後歡迎大家一起連結這些資源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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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